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错的啦 每次做一下做个记录在未来再回顾起来也蛮有趣的 顺便让自己练习一下看着镜头说话 或者是调整直播的一些画面跟平台 那也要非常感谢有重新回顾或重看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持续的观看 记得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 生活极客每天找着新闻做分享做导读 顺便来看看新闻有什么样的报道 那另外最近比较忙 所以我游戏抢匪的频道暂时都没在玩游戏了 都会做一些额外的分享影片 如果喜欢看其他影片 就在我去那边去寻找 去看一下我的额外一些影片分享 那直播的话呢 现在乌克兰打了二十几天了 也不知道这状况如何了啦 听了有些新闻说要打了六百多天的 也不知道会如何 那有空的话我们再去看看有什么网页可以挂 我们再来挂网页看一下 各风景各地方的一个直播频道 那都是作为记录啦 就像我常讲的本来好好的一个城镇报了之后变成荒地的 废区的你就想想看很可怕 所以常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啊 珍惜现在啦 开心就好 不要让自己过得不快乐不开心 那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雷达回波图 为什么有圈圈呢 我当初也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有圈圈 后来有有在想啦 可能是雷达打出去那个范围 刚好被他截取到那张图片 接到图片所以有个大圈圈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第一则 第一则雷达回波图这个新闻 那顺便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其他新闻可以观看 那大陆的东方航空罪疑似罪毁132人生死不明 网络传航海影片 山林茂大农烟 还有林彩新 娱乐新闻报生计危机当街头 艺人申请招聚 所以每个人的工作嘛 那还有农邮券 抽奖还没结束 还有农邮券可以抽哦 还有BA.2 Omica的一个亚型变异株 传染力较高 还有观世音菩萨圣诞 前两天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圣诞 有兴趣的玩家也可以点击兴趣看 还有陈明文 裁剪后能参加公开活动 这边就讲一些 跟各位有疫情有检验的人 最好不要参加公开活动 还是好的在家休息就好 像刚刚看大陆的新闻深圳已经要开放了 那上海跟 跟某个地方他们还要封城几天呢 几百万的观众民众不能出门 你就知道了多可怕 还有清瓦台迷信风水 那车臣的部队说报全部撤队 死张太惨重 杂鸡回家了 那因为乌克兰的手背真的太强了 还有龟跪 兄弟拉拉队女神龟跪 救援队队长小安 看班记得带饮料 一队了 难免那个团队里面本来就有来来去去 还有玛丽坡 这个是不祥十三战犯即战犯 不祥十三市民即战犯 二军消灭玛丽坡的最后通牒 要炸掉这十三万个市民 内湖停电也是啦 最近停电的新闻大家应该看很多啦 不是鸟集啦 不然就是那个剪断电线啦 那今天还有说打雷闪电啦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用统计数字去看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在看统计数字的话 有人说之前 之前执政的时候是三千多次 现在执政才一千多次 所以说到底是哪一个人有问题 那生活期间在这边常跟各位朋友讲 很多东西老旧本来就会这样子 就像你家房子二十年三十年 有没有换过电线 你电灯打开的那个铜线你没有换过 我跟你讲相信一定没有人去换过 不管你是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老房子 很多人都不会去换 为什么 因为换是一笔钱 还一笔工 可能要花几万块 所有的铜线要拉掉 重新换上新的线路 因为里面的塑胶会粉碎 这就是年久的关系 各位观众为什么知道有些车辆会失火 就是因为年久电线老化 焦化塑胶粉碎就变成铁 铁碰铁 电一过就失火了 就跟现在的停电一样 老旧的东西你没有换新 就是哪一天会坏不知道 坏的机率会比换新高嘛 总比都不换嘛 但是有些人舍不得换嘛 就是一直撑嘛 撑到坏了再说嘛 这就跟停电一样一样嘛 那还有极音速飞弹 那个二军发射匕首飞弹攻击乌克兰弹药库 那这边还有BIG BANG 回归了 这个艺人团体 还有吉娃娃 吉娃娃超美的一个 古娃娃啦 眼睛看错了 古娃娃超美婚礼 还有无尊 所以才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会脑补啊 其实你就看古娃娃就当成吉娃娃去面对它 因为我们脑袋装什么东西看到什么就翻译什么就很好笑 那再载入更多可以看到昨天的新闻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都不用担心没有新闻可以看 翻过去就可以看到这些新闻 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 跟地牛翻身一样 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雷达回波图 第一个新闻是雅雾新闻的报导 雅雾新闻这边报导的是雷达回波图县神秘大圆圈 这名点接原因 这边三立新闻网的一个新闻报导 生活中心的一个凌云圈报导 有没有一个大圈圈 不知道有人想说奇怪 为什么这个大雷雨圈呢 其实这个往下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都有常在看这个气象局的一个报导 跟各位朋友讲 这边都会有时候看到奇奇怪怪的雷达回波图 这边就取自证明点的一个脸书 因为今日21日封面接近 台湾西半部的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 就要短暂震雨或雷雨 本来说这几天的阴雨都不一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重点他在讲的是说 早上5点30分神秘大圆圈 长达2.5小时 横跨在台湾东西半部上方引起热烈 这个雷达回波图是带光圈 正常都是这样子的图 好像也看不到杂讯 在此中央气象局长正名点在脸书说明 神秘大圆圈是原型杂讯 早上雷达回波图的原型杂讯已经消除了 那是雷达回波 拼接过程没有消除完全的杂性 知道成因就很快可以消除了 就像我刚开头跟各位朋友分享的 这个就是一个雷达的坡图 一瞬间没有过好没有清洁好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边还有更多新闻 时辰来了参加长辈告别事后一家三口全死在殡仪馆 所以喜欢看这些新闻的玩家 可以点击下方网址来看更多的一些新闻报导 那第二个新闻这边可以看得到是忠实新闻网 为什么生活期各位讲那么多网页 就是让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很多网页可以去看 很多新闻网页可以看 我都不用担心不知道看什么新闻 每天看新闻 所以现在报纸也没什么人要买了 因为你网路上就可以看新闻了 新冠肺炎啊 及时新闻啊 政治言论 生活娱乐 财经 股市 国际 两岸 社会 军事 科技 体育 网推 游引 健康 运势 宝岛 汽车 房产 你看那么多新闻可以报导 那这边一样 由忠实新闻网的一个庄主文 一个新闻报导 三分之二的台湾被圈住了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我这边讲的一样解释是杂讯 其实分享那么多也是跟各位朋友讲说 每个新闻网页报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们可以挑选你们喜欢看的 画面网页排版 去找你们想看的一些 新闻内容 那 不要让自己不开心嘛 找这些好看的新闻自己来看就好了 所以你看这边很多解读 自带光圈啊 雨 雨晨云 刚好有一个大圈圈好特别呀 就是那个圈啊 这个圈 这个圆很特殊啊 很想知道怎么来的啊 这边就有一些新闻 人家的ppt的一个分享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细节 跟刚刚的就不一样 刚刚只有两个 自带光圈 对不对 那就可以回到刚刚的看的新闻就更多了 好像昨天晚上很多都被雨吵醒 因为下雨 这就是第2则新闻 第3则新闻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的一个新闻 这边一样讲奇异博士话圈圈 跟着那个现在最流行的科幻电视电影 雷达回波金箭神秘大元造台湾 这一样再解释一次了 刚刚就讲过了 他这边讲的是原型杂讯 原型杂讯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字中来讲 应该这边就有个基地台 以这个圈来讲 这边就有个基地台 从这边发射出去一个圆周 或者是一个卫星 那这由他们记者的综合报导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个新闻记者报导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方式 看这些内容讲法 看一下你喜欢的牌板 其实内容讲的差不多 那中国低压孔酿江淮地区大雨 还有行动按摩师 日日帮你疏通睡穴道 地面长出冰花 证明点兴奋坡土形成原因 对不对 这有一些相关的新闻 玩家一样可以喜欢 点击蝦王子来看 自由时报更多的新闻 那圣诺奇哥每天找对新闻 做对报导 也是做个记录 其实有时候回头看看 你去年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 去年时候你在学什么 去年时候你在干什么 有时候你会回想过去 人生的长短 很刺激 又是讲一讲一下 你已经过几年了 像刚刚我在分享的一样嘛 你的房子多久没换过电线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一个塑胶可以放多久 不会腐烂 我上了上礼拜换电 换那个水族箱上面的那个塑胶水管 塑胶水管哦 碎掉了 本来是软管 再来变硬的 再来就变 粉的 就跟饼干一样 我们就整个脆了 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啊 经由 时间 冲刷 日晒 雨淋 就会变化 造成那些塑胶的一些变质 所以说啊 跟各位朋友讲啊 很多东西都是要多注意一下 就跟人家讲 你家银长线多久没换了 你家电线多久没换了 压减注意一下 因为这样才可以避免火灾发生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那最后还是常谈跟各位讲 火灾地震来的时候 你给我准备好了 记得 今天的分享 雷达回播生活行课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 喜欢订阅点赞点分享 谢谢拜拜